哈喽全球的生肖朋友们大家好 在这边老师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恭祝大家在来临的2022任赢古年 顺风顺水步步生财 我是Rex老师 你们的专属命令还有风水老师 新的一年即将开始 很多人对自己的生肖运程都非常的好奇 到底是好还是坏 所谓了解自己就足以战胜世界 还没有观赏视频之前 记得subscribe点赞关注 还有点击小铃铛 不然以后新的视频 你们就接受不到这个通知了 这是老师的这个网站的二维码 想要了解老师更多的讯息的话 你们也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 这边是老师B站的二维码 想要看到老师更多的视频 也可以扫描这个B站的这个二维码 那我们现在就分享一下十二生肖朋友们的各自的运程 2022年任影年对属老鼠的朋友来说是比较不顺心的一年 因为身边有非常多的凶心的干扰 导致工作或者是感情或者是财运上都稍微有一些阻碍 但是不用太过担心老师会教这个属老鼠的朋友们方法一一把它解决掉 大陆2022年属老鼠的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这个工作事业 突然间这个工作量增加了 比较繁重了 然后身体也会比较劳累 由于那么繁重的这个工作量 所以今年会出现很多的这个差错还有这个失误 然后更甚的就是身边也会时常出现一些小人 为你的这个失业或者是工作增加不少的这个主派 那如果是今年想要辞职换工的这个属老鼠的朋友来说 那老师是非常不建议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也未必会比旧的来的好哦 所以今年就不要太过贸然的这个辞职 否则会让自己陷入更加迷茫的状态哦 那属老鼠的朋友今年的财运也会比较低迷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的凶心 真的是非常的多 除了摘杀 吊客 天狗 还有这个牢狱等等 这一系列的凶心都会出现在你的命宫里面 尤其今年的工作突然间这个繁重很多 所以人也会比较急躁 要小心别跟人家发生这个肢体 否则可能会有这个牢运之灾哦 然后在这个投资上面的话 更加不要盲目的听别人说 这个NFT很好啊 然后这个Cryptocurrency很好啊 就这边投那边投到最后呢全部都投入大财 所以说要注意注意看好自己的这个钱财 那在感情方面呢 那单身的这个熟老鼠的朋友啊今年你想脱单哦 应该什么都没有 会非常的渺茫啊 但是没有关系啊 日子还是要过的啊 那朋友还是要交的啊 可能这个2023年会更好 然后那结婚的朋友们来说啊 由于这个工作上啊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不如不如意啊 是稍微会比较急躁一些 所以跟你的伴侣在讲话沟通的时候 最好就是多一点包容心 还有语言上面啊少一点刺激性啊 不然的话又吵架了啊 吵久了之后啊那肯定感情啊就会不好的 那熟老鼠的朋友今年来说啊 这个健康方面倒没有太大的一些的 呃隐患啊 但是要小心的就是车祸啊 会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啊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些雪光之灾了啊 那老师的建议就是呃年头的时候去做一些 捐捐血的这些公益的活动啊 那在年头啊 如果是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 呃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话 对今年呢减低这个交通意外的事故 呃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那另外的话那老师也建议 这个熟老鼠的朋友可以购买老师亲手 制作还有加持的这一个 呃这个六级三合手链 六级三合手链 这个是老师亲自加持 这个可以帮助熟老鼠的朋友 在工作上啊事业上啊财运上啊 都起到非常一个扭转乾坤的作用 价格呢是非常的便宜 如果想要知道详情的话 你可以这个whatsapp 老师的电话号码 whatsapp老师的电话号码 老师会跟你做更详细的这个解释 除了这个六级三合手链以外 老师也帮这个数老鼠的朋友 都准备了一系列开运的这个方法 好那现在老师就把这些tips一一的告诉你 看好了 如果你今年想要把财器搞得更旺一些啊 可以广招一些财员的话 那老师建议你的这个钱包的颜色 钱包的颜色现在可以开始去买了 买什么颜色呢 买红色的钱包 红色的钱包 看啊属老鼠的朋友买红色的钱包 那另外钱包里面就不能够少了什么呢 就不能够少了钞票 那有这样子一个钞票 他是特别特别可以帮助老鼠 这个增加他的这个财器的就是这个号码的尾数 号码的尾数 号码最后两个号码是2跟7 那你看啊 27 你要特地去找有这个号码的钞票出来 然后把它美美的放在你的钱包里面 记得不要花掉哦 如果不小心花掉的话怎么办呢 啊 别担心 去找回一张就可以了 那是放多少钱的呢 多少钱的这个面额都可以 没有问题啊 只要是他的尾数是27 另外的话 那我们说现在 每一天的话出门的话 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能够离开你的手的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手机 对了啊 手机 如果你想要这个去到哪里 忘到哪里的话 你的手机壳啊 手机壳记得用 银色的手机壳 银色的手机壳 然后另外的话 那 我们讲说 我们人除了在外面忘 在家里也要忘嘛 怎么样把你的财气啊 可以引进你的家呢 除了邀请老师去帮你勘察风水以外呢 那你还可以做下面这样子的一个开印的tips哦 就是在你的家门口铺一片 蓝色的 路门的这个地毯啊 就是我们讲floor mat floor mat 那个叫 普通人叫抹脚布吧 对不对 啊 就是一片floor mat地毯在你的家门口外面 家门口外面哦 不是在屋子里面啊 是在外面哦 记得是蓝色的哦 所以一旦呢 你做了这四样东西的话 那你可以发现你的运气在慢慢的 变得越来越好了 还有老师也会免费送出 2022年5年 免费的这个生肖运程的电子书哦 在这本电子书里面呢 是包含的所有生肖开运的这个秘法哦 还包括了年初一年初二还有这个 历春的这个省财法哦 是非常难得的 所有的秘法都在这本书里面 而且还不止哦 老师还精心制作了这个 十二生肖开运的这些音频了 都会在这本电子书里面 如果你想索取的话 请立刻扫描这个二维码领取哦 看到这个二维码吗哦 你只是要用手机哦 跟他咔嚓咔嚓一下 扫描一下 那你就可以免费拥有这本 老师精心制作的电子书 好 喜欢老师的视频的话 赶快好跟老师分享哦 share share 给更多的人啊 更多的亲戚啊 朋友啊 也可以得到好运 再比年后也可以行大运 好 我们下个视频见 î a 我 obj 万一 我 那 仍 那 你 到底 我 呢 你 精彩